手鍊的手法將文彈柚撥開 馬上就可以看到新鮮透明的文彈果肉 這是由台灣最速男之稱 楊俊翰的家鄉玉里正所栽種出來的文彈柚 選在中秋節前夕 來到台北北投推廣行銷 楊俊翰父母種的文彈柚也在現場販售 楊俊翰的爸爸媽媽種文彈已經有三十幾年了 對 然後他們以做這個農 就是可以讓俊翰有錢可以去 就是繼續上 好像是讀書 然後做一些訓練這樣 現場也限量銷售 包裝上有楊俊翰親筆簽名的教練名100份 這是因為謝德川教練平常以務農為生 下午則在玉東國中訓練田徑選手 在艱困的環境中啟蒙出亞洲最速男 在部落裡面培育出的孩子楊俊翰 在世代運在100公尺得到最棒最棒的成績 所以我們才請我們的俊翰幫之前的教練來簽名 然後順便代言一下 政長還有政公所很積極用心 直接把我們的25家的農戶 直接帶到台北來做一個推銷的工作 那實際上這是一個好的產品 消費者也可以吃了以後得到好的健康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玉璃鎮公所為了推廣 具有原鄉特色的農特產品 特別在姊妹鎮北投區 舉辦花蓮玉璃鎮文丹佑 暨農特產品推廣記者會 原民會表示農民資產自銷 即可避免攀山低價收購 提高農民所得 記者MULAS 56台北市採訪報導